大家好,我是6A班的梁雨昕,20号 我今天要介绍的书就是360个随前小故事名人书 它分为很多日子 我要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碧涵 碧涵是英国著名的求星 他1997年被选为最佳年轻球员 成名了之后的碧涵 他在球场外面都非常风光 翻开报纸都见到他 他在1998年的世界杯 碧涵比赛的时候 他蓄意整跌了阿根廷的球员 被红牌赶出场 间接令到英格兰输给阿根廷 这张红牌令到他被英国的球迷称为英国罪人 甚至有些激进分子就说要杀死他 那么他的事与他一度跌下低潮 但是他没有这样而气馁 在2001年10月 他就在世界杯那里 欧洲区外围赛呢 就迫涵对希腊的那时呢 憑着一个佛头 他就帮英格兰赢了一个冠军 所以他就洗脱了英国罪人的称号 2002年呢 他就以队长的身份 带领英格兰再次和阿根廷比赛 最后就赢了 那么第二个故事呢 就是关于曹直的 曹直呢 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但是他的哥哥毅文皇帝呢 就非常之妒忌他 那么当他哥哥登基的时候呢 那么他眼见曹直 深受百姓的爱戴 那么就怀疑他想密谋造反 那么就想着找个藉口杀了他 有一天 毅文帝召见曹直 他就说 你是文学界很厉害的人 那么我现在给一个考验你 如果你七部之内作不成一个诗的话 你就要处死 那么呢 曹直知道他哥哥很妒忌他 想置他于死地 于是他念了一首诗 那首诗呢 就是关于他们两兄弟的 那么最后呢 他哥哥就明白了这首诗的含义 最后就跟他弟弟和好如初 好 好 好